男人透过猫眼往外看 下一秒 无数发子弹迎面而来 直接死在乱枪之下 紧接着 一群暴徒冲入家中 相立弹与尖 逢人便杀 这一家四口 只有女主人王富美大难不死 侥幸活了下来 很快 王富美远在伦敦的父亲老王 得知女儿一家遭此劫难以后 第一时间赶赴澳门 来到医院 看着病床上全身被缠满绷带的女儿 老王心疼不已 从女儿那里了解完大体情况 他发誓 又女儿一家报仇学恨 而年近半百的老王 此前就是一位杀手 因厌倦打打杀杀的生活 退隐江湖 前往伦敦开了一家西餐厅 改行做起了厨师 老王年轻时执行过一次任务 导致脑部中弹 子弹并未取出 医生说 用不了多久 他的记忆就会完全消失 老王深知这一点 所以他需要尽快复仇 据女人所讲 凶手是三个陌生男人 其中有一个被他打掉一只耳朵 然而仅凭这两点 就想在澳门找到人 无异于大海捞针 而且老王还人生地不熟 语言不通 因此他在寻找凶手的道路上 举步维艰 即便如此 老王还是没有放弃 另一边 由黄秋生饰演的杀手阿鬼 带领自己的两个兄弟 阿祝和肥勒登场了 他们受到当地黑老大冯先生的召见 执行一起暗杀任务 原来 是冯先生的老婆与一位手下小白悠然 阿鬼心领神会 拿定金走人 当天晚上 阿鬼通过跟踪冯先生的老婆 来到一间酒店 确定两人都在后 阿鬼几人第一时间杀过去 利用从亲家阿姨那里偷来的房卡 打开房门 二话没说 送床上这对肩夫淫妇领了盒饭 没想到 三人完成任务刚走出房门 正好遇到回酒店的老王 四人相互对视一眼 现场鸦雀无声 像死记一般寂静 老王看出他们杀手身份以后 随即转身离去 阿鬼不愿多事 带着手下人逃离了现场 正是这一相遇 让老王心中有了想法 想要雇佣他们帮自己报仇 为了能将三名杀手引出来 老王主动与警察合作 指认凶手 警察局内 警察抓了一群嫌疑人 其中就有阿柱的身影 但老王并没有说出来 阿柱被释放以后 第一时间带领兄弟们去灭口 当天夜里 他们就在地下通道里堵住了老王 老王见状直接打开天窗 说两话 拿出女儿的案件资料 雇佣他们查找凶手并报仇 报仇则是两万美元 外加伦敦的一家 名为兄弟的西餐厅 以及一栋房子 阿鬼本来就是为前夫 立马答应下来 第二天 他们一行四人 回到案发现场 寻找线索 老话说得好 皮裤套棉裤 必定有缘故 王富美一家被杀 指定也是有原因的 王富美的丈夫张志强 是一位会计 也许一家被灭 跟他脱不了关系 至于是不是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通过现场墙上弹孔的痕迹 阿鬼推断出 三名凶手所用的武器 分别是线弹枪 莱福枪 以及马格南手枪 就在这时 老王向阿鬼索要一把枪 三人顿时愣住 有些不敢相信 他会玩枪 直到老王当着他们的面 蒙面熟练地拆卸 安装器械以后 才相信老王懂枪 阿鬼带着老王 来到一处郊外 找隐藏在这里的 地下军火商朋友东尼 凡是在澳门的杀手 一般都来找他买枪 接着 阿鬼询问东尼 最近有谁来买过来福枪 毕竟像这种枪 又大又长 一般人是不会用的 果然 得到一个人名 此人名叫魁蛇 他跟自己的两个兄弟 在香港的海鲜市场工作 得到这个重要线索 此人马不停蹄地赶往香港 安排好落脚点 便来到海鲜市场 调查魁蛇等人的踪迹 凭借王府美提供的 一只耳线索 以及阿鬼敏锐的洞察力 锁定了三名杀手中的两个 只可惜 最后一个杀手 好像并不在海鲜市场 为了找到第三人 阿鬼并没有着急动手 而是跟在两人身后 来到一处郊外 果然第三人就在这里 此刻 三位杀手正带着自己家人 在这里野炊 魁蛇一见到阿鬼等人 便意识到 对方来者不善 紧跟着 几人坐在一起谈判 魁蛇了解完情况 表示自己只是拿钱办事 之所以要杀孩子 也是逼不得已 因为孩子看到了他们的模样 必须要进行灭口 老王询问幕后指使者 按照江湖规矩 魁蛇不能出卖雇主 既然如此 一场大战也将必不可灭 江湖有一个规矩 江湖是江湖了 祸不及家人 阿鬼让魁蛇把家人送走 孩子一走 双方二话没说 立马拔枪护射 现场噼里啪啦 一顿枪响 一番混战过后 肥勒被魁蛇 以及多尔抓住 好在老王就在身后不远处 可令肥勒万万没想到的是 老王居然在这个节骨眼上 失去了记忆 开始分不清 谁是敌 谁是勇 眼看肥勒就要命丧当场 他大喊了一声 兄弟餐厅 唤醒了老王的记忆 可惜这一声 也把老王的位置暴露出来 魁蛇回头 在老王胸前开了一枪 然后带着两位兄弟 迅速驾车 逃离现场 阿鬼去追 并未追上 之后 阿鬼几人带着重伤的老王 来到一处居民楼的房间 帮他取出了子弹 事到如今 阿鬼也得知了老王的情况 面对一个随时 都能忘记他们的故住 处于江湖道义 阿鬼并没有终止任务 而是决定帮老王完成复仇 这时 阿鬼突然接到冯先生的电话 对方要求他们三人 立刻起身前往香港 帮他的三个遇袭的兄弟 阿鬼一听愣住了 紧接着询问 攻击他兄弟之人的样貌特征 得知是三个中国人 一个外国人 此话一出 阿鬼基本已经明白 老王女儿一家被杀案 与冯先生脱不了干系 阿鬼听完并没有多说什么 问出魁蛇躲藏在老五证所 而这个老五就是冯先生 在香港的一位医生朋友 阿鬼立即带领兄弟们赶了过去 其实事情发展到这 阿鬼已经决定 选择站在老王这边 杀掉魁蛇三兄弟 毕竟成性很重要 既然接下任务 那就必须完成 阿鬼来到门口摁下门铃 在对方来开门的一瞬间开枪 双方隔着门板进行疯狂射击 由于事发突然 魁蛇三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直接命丧当场 阿柱拿出相机 给尸体拍完照便离开了 阿鬼前脚刚走 老五便打电话 将情况告诉了冯先生 紧接着 阿鬼这边就接到冯先生电话 阿鬼表示 自己记下任务时 并不知道此事跟他有关 冯先生说道 是张志强手上有公司的黑帐 想要曝光出来 被逼无奈 才派出魁蛇杀人灭口 事到如今 说再多也没用了 阿鬼已经算是 跟冯先生站在了队里面 两人之间 必将有一场大战 阿鬼回到仓库 把魁蛇等人的尸体照片 拿给老王看 同时 还把冯先生的事情 说了出来 他决定帮老王 杀掉冯先生 彻底完成复仇 当天夜里 阿鬼几人正在熟睡 突然被外面的狗叫声惊醒 阿鬼意识到不对劲 立即把兄弟们叫醒 顺窗户撤离 原来是冯先生 派出的杀手来了 在逃跑路上 双方狭路相逢 展开激烈战斗 混战中 阿鬼几人意外走散 此刻天空不作美 下起了大雨 阿柱和肥勒 顺高处跳到地面 跑进街边的人群之中 阿鬼则带着老王撤离 两人一路辗转腾挪 也成功混入人群 谁曾想 老王一时没跟上 居然与阿鬼走散 并在这个节骨眼 再次失去记忆 完全记不起 阿鬼等人的样貌 只见老王 随手拿出三人照片 开始在大街上 挨个比对寻找 阿鬼这边 顺利找到肥勒两人 可等他一回头才发现 老王不见了 立即折返回去 最终在大马路上 找到了正在拿照片 比对人脸的老王 自然来到临时据点修整 阿鬼给东尼打去电话 询问香港方面的动静 却怎么也打不通 事到如今 阿鬼意识到 东尼可能已经被冯先生杀害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 冯先生通过言行逼供东尼 才问出阿鬼在香港的据点 事后他选择灭口 而此时 老王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 失去了大部分记忆 就连报仇的事情也都忘记了 按理说 雇主到这个地步了 阿鬼完全可以放弃任务 逃到国外生活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接下任务就一定要完成 这是江湖规矩 随后 阿鬼带着老王回到香港 先是来到海边 见自己的一位故人 多宰婆 从名字上不但看出 多宰婆有很多孩子 只不过这些孩子 都是他收养的 无家可贵的孤儿 至于多宰婆的身份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 阿鬼的情人之类的 具体的导演没给出 阿鬼把老王托付给多宰婆照顾 自己则带着肥勒两人 去找冯先生 他们先是来到东尼这里 处理完他的尸体 然后翻出东尼的所有家弹 什么AK-47 KOG步枪 外加几百发子弹 阿鬼这是准备与冯先生 决一死战 可是还没等阿鬼去找他 冯先生派来的杀手 便来到了东尼这里 一片空旷的草地上 杀手推着用纸皮制成的障碍物 往阿鬼这边而来 肥勒三人立即掏枪反击 枪林弹雨间 阿鬼被众多杀手围住 纵使阿鬼等人在英勇善战 也架不住对方人多 最终三人双拳难踢四手 死于乱枪之下 最后冯先生驾车出现 来到阿鬼身边 冷笑道 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 很快 阿鬼战死的消息 传到了老王他们这里 多宰婆看完新闻 气不成声 而老王似乎也想起了一切 他来到外面 跪在沙滩上 为死去的兄弟 祷告 一跪就是一天一夜 老王准备找冯先生 报出血恨 由于不认识他 所以多宰婆站了出来 第二天 冯先生在外面吃饭 多宰婆故意打扮得花枝招展 坐在他的不远处 用手表闪他多宰婆收养的孩子 立马心领神会 一拥而上 跑到冯先生身边 求他买花 借着往其身上粘贴纸留记号 由于是在外面 冯先生便没有拒绝 殊不知 危险已经降临 确定目标 身上全是贴纸以后 老王立即下车前往 朝着冯先生射击 却不想对方居然穿着防弹衣 被击中也没有大碍 随后 现场就陷入一片混战 冯先生见识不妙 在手下人的带领下 跑进小巷躲避 老王穷追不舍 连续击毙数人 很快 冯先生便发现 可能是贴纸搞的鬼 为了验证这一点 他把贴纸 贴到手下人身上 让其出去 果然 老王朝着手下 举枪便射 冯先生见状 赶紧把贴纸撕下来 接着起身 大摇大摆地准备走出去 却摆密一书 领带上还有一个贴纸 刚好被老王看到 他迅速拔枪 打倒冯先生 接着上前 找到其身上的弹孔 确定他就是 自己要找的人以后 一枪送其领了盒饭 影片最后 老王回到海滩 与多宰婆一起 抚养那群可爱的孩子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片名复仇 是杜秦峰导演 复仇三部曲的中片 于2009年上映 相较前两部而言 本片主打江湖情谊 也停留在以寡敌众的层面上 所以说剧本 只能算是中庸 好在导演功力深厚 动作场面和桥段翻新 招数很多 重点场景的视听 形式感 做得非常到位 喜欢的小伙伴 还是值得一看哦